各位 印度的军队往往都是中国网友们嘲笑的对象 但是这一回我不和中国网友站一边 这回我得说中国网友太不客观 为啥呢 因为中国的网友说 印度入伍前都瘦的皮包骨 退伍的时候衣服包不住肥肉 印度把当兵当成了铁饭碗了 这咋回事啊 印度啊神奇之处无疑是让人难以想象的 你只有亲身去游历一场 才能真正感受到它的独特 当地的人文素养及恒河水多重的因素之下 不过呢 这个事呢 应该有很多人呢 不敢过去 是吧 因为据说到了印度以后 中国的网友过的第一关 就是拉肚子 过不去这一关的话 那就赶紧回家 是吧 说这个印度啊 虽然在各方面都显得如此的不堪 但是它依旧拥有着世界上第四大的武装力量 仅仅是常规部队的人数就无限接近于150万人 加上近几年呢 印度一直在疯狂的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 试图发展着自己的所谓的两弹一星 但不管怎么看啊 印度的实力都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呢 可奇怪的是 无论怎么看 都可以算得上是军事强国的印度 在国际间 愣是始终没有一点点威慑力呢 到底什么样的原因 让印度的军事实力备受质疑呢 因为呢 当兵就是铁饭碗 印度的军营是这样一番状况 说这个印度的士兵都太肥了 这点是我以后再不太同意啊 各位 你说这个印度的男的这兵是肥 印度的女兵肥吗 我绝绝不同意这个中国网友的看法 人家这叫丰满好不好啊 同意好哥的点个赞 对吧 提起印度呢 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脏乱差 无他完全是印度资深所带的刻板印象 而提起印度军队 第一时间想到的估计 那就是大风车了 那大风车阅兵吗 是吧 你看这好家伙 印度的阅兵 那是全世界也是独树一帜 不过呢 这样的印象呢 最多呢 给印军加上一点点搞笑的元素 也不至于对整个印军的形象呢 产生这种大的影响 真正致命的呢 是印军整体的姿态 不说各个都是大富翩翩的样子吧 那至少也占据着绝大部分 说印度士兵体重都超标吗 尤其是退伍的 挺着大肚子的印军呢 丝毫看不出来一点军人的形象 如果说这个现象是个例呢 可离谱的几乎都是整个印军的通病 为了改善这种情况呢 印军呢 甚至是在今年年初 颁了一条新规定 那就是想休假先减肥 很难想象 关于减肥的条例 和出现在军队之中 那在神奇的印度确实是如此 值得一提的是 这样的规定还提到呢 印度每半年就要进行一次 两种不同形式的军事测试 一旦不符合标准呢 超重的印军将会受到处罚 不仅仅要面对强制减肥 就连所谓的休假时间也完全丧失 这还是一些基本的处罚 如果超重程度过于严重的话 甚至会被推上军事法庭 这样你又会看到一位军官 因为肥胖而面临着军事处罚的局面 如此严重的惩戒力度 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啊 背后呈现的恰恰是印军根深蒂固的隐患 难道说印军部队的伙食 真的是这么好的吗 毕竟纵观印度的国内上下 就算吃不起饭的人也大有人在啊 可在印度的部队之中 不仅不用担心吃不好饭 甚至还要腾出时间去减肥吗 这样的反差令人难以理解 你如果了解其中的真相呢 还要从印军服役的标准说起 我们看看到底有什么样的标准呢 说确实啊 想休假先减肥 这是光明网 2024年1月31号的报道 这还不是自媒体胡说啊 这个虽然每个国家的军队呢 都是以保家卫国为己任 但是呢存在着本质的差距 毕竟不是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愿意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全部 能够拥有这样精神的军队的国家是少之又少的 对于印度来讲呢 他有自己的特色 印度民众呢 对入伍的看法非常的执着 印度呢 还要更胜一筹 为什么呢 为什么愿意当兵呢 印度 那就是因为百姓太穷了 对吧 他们当兵 单纯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 在印度呢 参军 说是服役 倒不如说是一种考公务员的方式 因为一旦入伍 不仅管饭 还有着不错的收入 退伍之后有稳定的养老保障 最重要的是超长的服役年限 我觉得这都是优点啊 你这不能叫做印度当兵的缺点吗 是吧 所以这个入伍前和入伍后的生活的反差 造成了印度入伍啊 是趋之若鹜 正常来说呢 多数国家的普通士兵入伍年限只有几年 而印度呢 把这样的年限呢 拉到了17年之久 哎呀 这可是铁饭碗的工作呀 各位 就算是放到中国 那估计也得抢破脑袋吧 你更别说生活条件 落后的印度了 所以印度的群众对入伍这件事 表现的非常的痴迷 甚至就算是印度一年里招兵几十次 也无法减低人们参军的热情 而这超强的服役年限呢 也为印军的肥胖埋下了伏笔 毕竟呢 生活一旦伪逆下来 长胖也就理所当然了 是不是 但是我坚决不同意 这个中国网友的这种举例啊 这个印度士兵呢 妹妹胖吗 各位 我坚决不同意她是胖 这就绝对 这就是叫疯嘛 你不能说人家肥 不能说人家胖 认同好哥的点赞 那个印度当局呢 现在呢 也是深感认同 确实呢 没有一个好的办法 去改变这种情况 这两年呢 印度才宣布呢 对这个服役的年限做出改变 宣布呢 将17年的年限缩短到了4年的时间 只有这样呢 才不会这个安逸的生活中呢 都变得这个成了胖子 但是印度没有想到 这样的制度一经公布啊 立刻引起了群众的抵制 本来呢 铁饭碗清客变成了短期工 剩下的大约只有四分之一 足够有足够优秀的士兵 才能够按照原来的服役时长享受 而这种情况呢 民众呢 还指望着服役来改善生活 印度群众怎么会乐意呢 所以各种暴力的抗疫行为 便出现在了印度的各个的地区 抗疫者声称啊 这种这个变化 让他们呢 对服役啊 这个幻想啊 全都破灭了 同时呢 也大大增加了国内的失业率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种计划呢 正是为了根治这种情况 你看有没有 咱们再看一个报道吧 啊 说为了抗疫 服役的年限 缩短 印度的民众 上街闹事去了 毕竟呢 这个印度的政府也明白 参军呢 并不是让他们去享受生活的 过长的入伍年限的不仅会让印军的平均年龄增加 军事素质和身体情况都会大打折扣 所以呢 这样的改革是必须的 这位妹妹 我认为也不胖 同意的点赞啊 此外呢 有外媒报道过印军的日常 表示呢 印军需要面对的不只是战场上的敌人 还有自己的肥胖问题 说一个最客观的对比吧 在某个时间段内啊 印军战死的人数大概是一千多人 而因为自身原因胖死的则要接近四千人 其中呢 这个啊 第一 占据第一的是肥胖的并发症 之后呢 第二个啊 就是想不开 这样夸张的数据在强烈的提醒着 印军长久以来确实是存在着这样的隐患呢 你看了吗 好家伙 印度人这肚子没法看了 这男兵 但是这个妹妹 我也坚决认为不胖 中国的网友这点上不客观啊 不客观 为此呢 印军做过不少的改革 单单的是减少腰围 成了一种规定 不过呢 这样起的作用呢 基本上无效 因为只要是过于肥胖的话 整个印军呢 就会派遣到大城市去服役 本意呢 是方便去医院看病 却无形中加重了这样的现象出现 一胖就派到大城市去了 毕竟大城市的服役环境呢 啊 要比一些恶劣的环境要好得多 因此呢 有的印军呢 却刻意增重 也并非是不可能的 长此以往呢 恶性循环只会导致印军的超重现象层出不穷啊 是吧 这个也确实啊 这个报道也是正规的媒体进行的报道啊 中国新闻网报道的啊 值得一提啊 超重的现象并不代表着印军的伙食有多么的好 毕竟印度的食物单纯靠想象 你就知道是个什么样子了 更有甚至因为贪污的原因将印军的伙食换成了猪饲料 这样的情况下 这种现象啊 这个第一时间竟然没有被发现 你说印度那玩意儿 那个一坨一坨的黄色的咖喱饭能吃的这么胖 咖喱的热量据说也很高啊 知道吗 是吧 所以你看当时呢 有一个报道说一千多吨的猪饲料被贪污的后勤高官 让印军给吃下去了 这也不是糊躁的啊 这是青岛新闻网 2006年的报道 对吧 腐败这一现象呢 同样是印军需要面对的问题 某种程度上来讲呢 腐败现象的出现 也和超长的服役年限脱不了关系 大多数民众入伍只是为了改善自身生活条件 金钱利益也就成了印军的首要条件 物质利益为主的情况下 印军所谓的爱国情怀 那应该是少之又少了吧 看到没有 这印军服役 是吧 那是不是为了这些女兵呢 我觉得也可能 是不是 所以呢参战时间越久的印军 对利益看重的也就越严重 参军初期的印军呢 可能大多数会瘦弱不堪 时间久了身体都会慢慢的圆润起来 同时膨胀呢 还有自己的口袋啊 我们看看这个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报道吧 总的来说呢 印军的铁饭碗是存在着许多好处的 最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始终让印度的军队保持到了这个一定的数量 但是长时间缺少改变的军队肯定会有一些根深蒂固的隐患吧 尤其是采取募兵制的印度在军队和国家只是雇佣关系的情况下 肯定跟解放军相比的话 那可能就差的要远了 印度的军队的这个整体的素质确实是 不过呢 你要说印度的军队都是胖子 我觉得中国的网友说的不太客观 为什么呢 因为好像是在这个中印边境被俘虏的这些 看起来都不胖啊 各位 我就问 胖吗 没有一个胖子吗 这个还行啊 这也不是胖子呀 这个也壮一点 哎呦 我觉得中国的网友至少在这一点上 笑话的人家不太客观 尤其是那些前途后撬的女兵 根本就不胖好不好啊 点个订阅 咱们下集再聊